而国民党上午在北市府前举行的造势活动 由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跟北市八个立委参选人同台 前总统马英九 台北市长蒋万安 还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等人都到场来助长 高喊政党轮替 韩国瑜更说和平的钥匙在侯友宜的手中 选赖清德将面对战争 颜说刚结束前总统马英九马上给了一个大拇指 国民党北市党部举办大造势 现场人潮满满满光是大进场 侯友宜就花了六分多周 侯友宜 奥赛 北市大家长蒋万安陪同进场 港内大咖同场同框 韩国瑜也来了 你不要看我头突啊 我的内功还是不错的 这三十年我做两件事情 我一定穿袜子睡觉 第二 揉肚子 看到蒋万安跟陈思忠的选举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仁卜 宁愿跟蒋万安喝茶 不要跟陈思忠喝酒 大方分享不生病的杨学秘诀 不忘讽刺民进党 朱一勒 马英九话说得更白 民进党的公职人员 官征的败坏 已经形成桃花朵朵开 缺电断电 我觉得要做得这么烂 也不容易啊 我们如果票投民进党 赖清德 因为台独 两岸和平的大门 绝对打不开 这个和平的钥匙 在侯友宜收藏 母鸡戴小鸡合体奏势 立平从总统到北市巴西立委 全拿下 侯友宜在台北市的第一场大造势 主办方喊出超过四万人参与 在蓝白谈判之际 秀肌肉展现入战实力 解放林米洲台北朝报导